空間寬敞明亮還有大片的落地窗 建在漁門催堤大樓二三層的 漂亮生活旅店 遭大樓住戶指控 可能就是大樓遭震垮的主因 我剛開始買的時候 它是完完全全是沒有隔間 不是我才隔間 是完全沒有隔間都是空的 當時在申請旅店牌的時候 其實都符合法規 都已經通過了對不對 是 對 對 對 我都是照法律規定 照法規 然後我也有執照 業者否認自己有更動大樓結構 不過卻遭到社區的前副主委打臉 還說當初沒有做好把關責任 對自己相當自責 前副主委說當初業者拆隔間 消防局曾要求業者恢復原狀 不然不給使用執照 但後來管委會退出 沒有繼續參與監督 怎麼也沒有想到 會變成如今這副慘狀 消防局說熱令它恢復原狀 我們就退出了嘛 我也不是建築師 也不是幹什麼嘛 對不對 然後今天這個悲劇發生 就是以後是重要的 政策要堅持 事實上這間漂亮生活旅店開業已經有十年之久 一開始民宿申請沒有通過 又改申請成商務旅館 用漂亮裝潢中價位的價格 吸引了不少背包客 國旅客還有陸客 今晚業者表示 應該理賠協助的責任 自己都不會逃避 但業者變更結構 是否就是大樓在地震中倒塌的主因 現在還有待相關單位進一步調查理清 記者吳采勳 廖威霖 廖威智 花蓮報導